那废话不多说 爱好走一波 那上一期呢 我们说到这个ROG游戏手机5的游戏腰键功能 那它的其他方面到底如何呢 那这一次呢 我们拿到了一台ROG游戏手机5暗影黑配色 那相较于这个幻影版本的话 这个大logo点阵 LED灯的设计更加稳重一些了 那这两个配色 你会更加喜欢哪一个呢 弹幕可以告诉我 那ROG游戏手机5的话 它是搭载了144Hz刷新率 以及这个300Hz的原生触控材料率的 三星一字材料 MLR屏幕 那你看这像素排列是三星 没错了吧 那这144Hz刷新率到底如何呢 我们用慢放实际来测试一下 手机刷新率在慢放的情况下 都感知这么明显了 那我们在自带90Hz的王者荣耀 和自带144Hz王牌战士的游戏体验当中 就可想而知了 肉眼可见的帧率提升 在连招的瞬间画面也不会糊成一片 而且呢在这个开箱的瞬间 更是明显跟腔更稳 再结合我们上一期介绍的 上中下的三种触控搭配 不愧是手游体验感满满的手机呢 OK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 求赞求逼求转发 最重要的就是给我们一个大大的关注啊 累计三连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了 我是看着不看上机放的小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